现在飞机位于丹兹北路和平山大道的交口 属深圳平山辖区内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方向就是沙田站地铁站的方向 然后在这个位置我们高空环绕一周看一下周围的环境 因为这边主要是平山区 平山比亚迪二期厂房 这边是平山比亚迪一期厂房 再转过来就是惠阳方向了 这边是深会城和惠阳白云新城方向 然后这是平山大道经过转盘连接白云一路和龙海路 这边就是大亚湾西区方向 最近的两个楼盘是蓬会花园还有五月花 再转过来就是龙山一路片区 这边有单独的视频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 然后再转过来就又回到深圳平山辖区的方向了 接下来我们就沿着地铁14号线惠阳段的方向飞一边 前面这个楼盘是附近比较大的一个楼盘 碧桂园深会城 然后转盘路连接的三条路就是平山大道龙海一路 还有白云一路 深会城后面这个再建工地叫后浪月府 后浪月府再过去两个小盘 叫迎润国际还有东家华府 这三个小盘应该是目前离白云站地铁口最近的三个楼盘 因为白云站就在前面的路口 左边这四栋白色的楼叫香港城 但是这个盘很久了 后面烂尾了 右边是工业区 有不少企业 白云站就位于这个路口 在空中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是个不太标准的十字路口 接下来在这个地铁站我们宫中环绕一周 这边是万城名座 万城 然后是万象豪院 立昌华亭 行运家园等 这边是白云新城方向 有单独的视频 感兴趣可以单独去看 这里就不细说了 然后这边是白云工业大道 这条路还在修 没有正式通车 这边的方向玉子园 远处是东王实验学校 新立瑞园 还有一方天地的 然后这边就是龙海一路了 龙海一路以后会单独有一期视频 这边是何瑞深圳青年 经地顺悦 巨龙华福等 然后就转回这个转盘道 这边就是深圳平山方向 远处正上方就是沙田站 然后又转到深绘城方向 深绘城后边的空地 应该也是它的后期的 再转过来就又回到白云新城 远处是内环路还有秋长方向 白云站的情况看完之后 我们就沿着地铁线路 继续向南站的方向飞 整个飞行线路基本是按着地面的地铁线路走的 然后现在右边是东王实验学校 新立瑞园 一方天地的 正下方这个小楼盘叫金玉豪亭 然后是金玉幽部学府 正下方这个学校是惠阳职业技术学校 右边是一方天地 接下来这条河是平山河 从平山流过来的 再往前河左侧 有两个小楼盘叫水月华府 还有金砖公馆 前面这条路是新湖路和爱民西路的交口 也就是这个钉子口 再往前右边是松山夏村 这个村名是之前一个网友告诉我的 他住在这里 左边是惠阳中山中学 左边这一大片区域就是惠阳土湖区域了 前面也有单独的视频 然后前面这个两栋楼的楼盘叫惠星明亭 再往前就到了14号线的惠阳第二站 草阳站 这一站的位置就在东华大道和爱民西路的交口处 可以看到这里周围其实还是比较荒的 在草阳站这里我们在高空环绕一周 这个方向是锦江海越中心东华大道 还有一中心方向 转过来这两个楼盘的名字叫加路一号 还有玫瑰华庭 这边就是草阳社区了 也是草阳站地铁命的由来 然后这条路是爱民东路 以后和爱民西路要连起来 然后这边这个单独楼盘叫建业华府 远处是中天彩虹城南北区 冒击城市华府 然后这边是东华大道向南延伸 在大亚湾区域就叫龙山五路了 龙山五路以后会有单独的视频 因为现在这边工地为主 暂时没有去拍 转回来就是松山下村 爱民西路 还有惠阳中山中学了 这边是土湖社区 土湖社区有对这一片感兴趣的 可以去看单独的视频 再转过来就又是草阳社区了 然后在这里我们再继续转一下 因为这边是大亚湾中心区域方向 在这里把镜头抬高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草阳站的周边环境 就基本介绍完了 然后我们继续向南站的方向飞 这个方向前面大部分 都是草阳社区的辖区范围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新楼盘 所以就不过多介绍了 但是前方左下角 这个值得特别说一下 这里是惠阳最好的中学 惠阳一中 然后飞机继续往惠州南站方向飞 飞到这里的时候 遥控器信号已经不太好了 所以就不继续往前飞了 因为惠州南站的周边环境 有单独的视频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那一期 而惠州南站的地铁口所在位置 不用说 肯定就是在火车站旁边 所以就不过多介绍了 到这里 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就基本介绍完了 然后在往回飞返航的路上 再额外介绍一点信息 那就是龙山五路的几个楼盘 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大盘 是金帝天润自在城 但这个楼盘目前大部分还是工地 现在没法立刻去拍 但是返航途中远远的拍一下 可以给关心这里的人一个参考 因为视频是4K的 所以如果在电脑用显示器看的话 还是能看得很清楚 到这里 本期视频就要结束了 白云站还有草阳站两个地铁口的位置 是我对着视频开头的地图 以及深圳镇地铁官网上的信息 反复考证核对后确定的 当然不排除有出错的可能 或真的修建时改规化的可能 所以大家如果据此做投资决策的话 自己要去二次验证核实信息 好 到这里本期视频结束 谢谢大家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关注 谢谢